4月1號是南韓職棒新球季的這個開始 那麼這次為了新球季的準備單位很用心 把這個球場大量的翻新 而且全部整修 當然開球來賓也要特別找有話題的 沒錯 他們找到的是周子瑜 而周子瑜當時知道說自己要當開球來賓 他也誠惶誠恐 戒勝恐懼 他也特別跑到棒球補習班去練習 惡補了一番 包括怎麼打擊 包括怎麼投球 他都很認真在練習 那麼這一次他的開球表現如何呢 周子瑜開球 韓國女團踏射台灣成員周子瑜人氣無發抖 台灣時間週六下午還跟成員現身首爾 闡釋球場 擔任開球嘉賓 成為全場的焦點 我們一輩子我們一輩子 將軍心啊 新場的成員 穿著白色T恤 牛仔褲進入球場 簡單卻展現周子瑜青春無敵的魅力 不只粉絲搶拍 球迷也給予熱烈歡呼 接著他拿起球棒站上打擊區 雖然會幫落空仍然蜂名全場 其實周子瑜三月底才回到台灣 參加國中統等學歷策業 高分過關後又回到韓國繼續打拚演藝事業 從這次受邀擔任開球嘉賓 看來台的韓國的人體 可以說是如日中天 塵土相當看好 其實翅膀開球他們有很多場開球比賽 不過說來看來看去 還是周子瑜比較有吸睛的效果 對 沒錯 先恭喜周子瑜順利取得同等學歷 可以在南韓就去讀書了 然後事實上這次南韓的職棒開球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今年他們希望能夠吸引 大概至少800萬以上的觀眾 趁球迷進場來開球 給他們做目標設立 對 沒錯 所以大家針對每一個隊 每個球隊 針對他們首場的開幕戰 當然是想盡辦法了 所以周子瑜 台灣的漂亮寶貝 周子瑜就硬邀來這個地方 舉行所謂包括開球跟打擊 其實不要小看周子瑜他們 他們必須陷到所有的棒球補習班 棒球練習場他們要先練 因為今天是由定妍跟周子瑜 一個是投 一個是打 所以要先去練習一下 周子瑜是打 周子瑜是打 然後定妍是丟 所以這是有練過的 不是說隨便丟丟 隨便打打這樣子而已 在練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模有樣的 周子瑜其實已經是第二次了 他是有經驗了 之前有像野方 對 之前有過一次 那麼定妍畢竟是 等於說女孩子也不是常常打棒球 所以他在丟的時候 他的力道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等到練習的時候 感覺上都還不錯 然後等到正式開球的時候 結果呢 南韓的職棒球隊 等於說LG來開球就對了 然後其實周子瑜當天 其他的團員也都在 那麼當天他在開球的時候 他在打定妍打來的開球的時候 揮棒其實他練很久 所以他打算說看看能不能把這個球打出去 擠出去都好 對 沒有錯 可是可惜事與願違 不是他技術不好 是定妍打的球是小便球 而且是直接丟到那個 他打不到的外圍去了 是大壞球 大爆頭 沒機會可以揮棒 對 所以定妍你看他架勢也不錯 架勢之足 沒錯 有那個殺氣對不對 有仔細看 準備把球要丟出去 然後周子瑜很開心的 戴個帽子準備要開打了 結果定妍一丟出去 怎麼差那麼多 他怎麼打都打不到 但是周子瑜在打球的時候 還是露出了他的小蠻腰 然後現場就一聲這樣子 很多人就說他真的只有16歲嗎 很多人不相信說他只有16歲 當然也包括很多的觀眾 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其他的團體 team dreams 相關的team也在上面 等於說旁邊唱歌跳舞 幫他等於說加油就對了 所以在周子瑜替LG開球的 這個賽前賽裡面 那個活動裡面 其實確實達到吸睛的效果 有很多球迷 買票進場 沒有票買票進場 為了看他們開球等等 達到了他宣傳的效果 其實除此之外 其實包括Nexon英雄隊 他們也請來一個大牌 也就是當紅的明星帥智 也替Nexon英雄隊來擔任開球 對不對 也是他們滿大牌的 當紅的明星 然後一年賺了好幾億這個帥智 也是來替他們開球 所以其實南韓所有的職棒隊伍 他們只要是能夠吸睛 他想盡辦法就找他們來 你看帥智也是一樣 他們幾乎都是棒球帽 然後他看起來差不多 還是一樣 他也就小便球 他還是小便球 就是說他的象徵性意義 事實上大過他的實質性的意義 另外一位 其實等於說LG有 Samsung當然不能缺席 一定要對打的 Samsung 三星 一樣有找來金炎兒 金炎兒很有名 為什麼 你如果在奧運 東京奧運 還有很多花式溜冰裡面 他很多常常都拿到 所謂的美少女冠軍 他很有名 對 他非常有名 所以金炎兒幾乎就代表 南韓在國際上面的 相關的溜冰的地位 所以這次三星斯頓 他也是在新的酒場的 主場的開幕戰裡面 就請來金炎兒一樣開球 那還不錯 他比較好一點點 雖然也是小便球掉下去了 但是這可以挑到 幾乎快到本壘版去了 可以挑到本壘版了 然後金炎兒也確實達到新領先 其實更吸睛的在下一位 誰 這個是飛龍隊 飛龍隊找來剛剛講的明星 都是正常裝備 這個你看 有馬 有戰車 他打扮的其實是雅典娜 就是女戰神雅典娜的造型 然後還穿著古羅馬 像希臘一樣的那種頭盔對不對 他拿出這個對準 對準的時候 你不是開球 你怎麼拿這個武器 那也太重了 對 前面的客廠的巫師隊 滿配合的你知道嗎 他是用這樣打球的 對 他想說奇怪 你為什麼開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他還往後面 不是手丟 為什麼 我覺得 雅典娜女神本來就很吸睛 但是這個巫師隊的這一位 這個選手 他的表情更好玩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開球都是直接把球 這樣丟過來 他們這次其實是跟網路 連線遊戲有關係 在新開發一個軟體 他的雅典娜的造型 其實演的是勝利女神的 這個等於說角色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碰出來的 你知道嗎 用壓力把球給投出來的 因為對他來講 你看 你是不是看他的表情 本來好像有點嚇一跳一樣 所以其實這一次這個男孩 他們在職棒的時候開幕賽 想盡辦法 因為以前不管是哪一隊 頂多找個一 兩位這樣子來 這次四 五位這樣啟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希望炒樂整個氣氛 也希望真的達標 他們一年800萬的觀眾球迷 入場的希望